中共政協人大兩會將分別於5月21號、22號召開 從11號開始 就陸陸續續傳出 有訪民被限制自由的消息 重慶訪民威文元透露 兩會維穩 重慶及訪民被攔截、綁架、拘禁的已經有10多人 一群人把他們帶走了 後來就送回老家 我也是 我們當地的是從形台上的車 在石家莊把我接回來了 但是在南傑也有到了北京的 重慶的維穩遠嘛 今天發消息說他到了北京 在天安門 現在進了派出所了 因為進天安門的時候要檢查嘛 現在兩會插得很黏的 現在所有的部門都沒開 他說18號開 結果沒開 兩會特別緊張 而且各地方接訪 抓訪 抓得另開 上海訪民沈彥秋曾經為了自己經營的酒店被強拆 誰果貪被取締而上訪多年 事件後來得到解決 但政府近日不遵守承諾 又強拆了他的店面 他奉而到北京上訪 把我的門面成千了嘛 我跟他們交絲嘛 政府說的承諾都沒兌現嘛 你叫我不要加吧 你說這個門面終生給我了嘛 保定維權人士蔡治國16號上北京辦事 當地政府人員緊緊跟隨身邊 並且表示不能脫離他們的視線 否則無法交差 買完票 我們當地政府就給我打電話 就說不讓我上北京 也就是說我買完票 我這個信息就通過公安市場傳到當地政府 我坐哪天車 坐哪個車次到北京 他們就在車上總結我 當地政府有才幾個人認知我 把我帶回來 上行人的信息在當地都有登記 自買票都會知道 現在給長幾年維穩還要嚴重 它可以做到一個不拉的 此外 重慶訪民染重壁 16號被解訪後強制隔離14天 重慶訪民唐雲書被當地政府人員抓走 松江訪民王蘭英16號晚被松江警察帶走 現已失聯 清唐人記者雄斌 陳傑 中原採訪報導